刘海乐59岁 丧偶 现居长春市双阳区 自己养推土机 年收入16万 住房面积70多平米 这么一看 刘大哥还真挺能抓钱 一年光靠推土机就能挣个十六七万 加上这些地租 一年两万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一年差不多 能挣将近二十万呢 刘大哥不仅钱挣得多 把家里也收拾的那是亮亮堂堂啊 烹烹烹烹 啥都会 啥都会 那谁要跟你过日子 这不是降虎来了吗 谁跟我过日子 我就不用他身手 那你要是一天忙回来了 你想不想人家 忙回来 我让他过门口 饭门上就行 菜回我做 上我的就要他降虎 不让他降虎 我就不用他来 你看我的妈吧 这漂白 这可不行 我看你出过去啊 看看吧 这是你收拾的吗 那就是我收拾的 别人收拾我都信不着 你看我的锅盖呢 都头疼的 哪都不得说 说买买胎胎的 就是习惯了嘛 习惯干净 力量 不懒 刘大哥过日子真是一把好手 可是这么会过日子的刘大哥 他的婚姻却没那么顺利 刘大哥对第二个老伴 无论是从样貌年龄上 还是到他忙活家里家外的这些事上 都让刘大哥非常满意 刘大哥觉得两人这日子 过得肯定是越来越甜 可是没想到 当儿媳妇生完孩子后 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折 不得意的就是那种性格不好 脾气不好 沾火就着火 就看我家孩子儿子 洗不回伤孩子 不如伤孩子花钱吧 花几千钱 花几千呢 花五千多 五千七 只不过花钱人家就不愿意 这生了孩子十一天 那你说你不得满月吗 没等满月就走了 做饭你摔个东西 人家摔牌子摔牌子摔锅盖 你洗了那个第二个洗 这不就没法过去呆 孩子咋那么呆 这孩子不好我就没法过呗 不管哪是我儿子洗 虽然俩人日子过得起劲儿 但是刘大哥不能忍受前妻 对孩子的不好 所以选择了离婚 自打离婚到现在 已经过去七年了 刘大哥不想自己一个人 住在这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了 他说我要找老伴 他就是来享福的 我这对老伴是最好的 早上摸到钱 烧热糊子 水烧硬当的 钱洗脸 洗脸 洗完脸就吃饭 吃完饭就出去打麻将 让老伴啊 那打麻将摸到 他的工作就是吃饭 打麻将 你给人拿钱呢 这啥活啊 吃饭打麻将是他活 别人没活的 不想找他能干活的 你这儿料料麻的 瘦瘦瘦瘦瘦的 一天穷干 不要 不要 再能干活也不要 我不找能干活的 那不来这儿当仙女来了吗 那 娘家娘家来当娘家来了 我就找那个会川会达嘛 听得出来 谁要是和刘大哥过日子啊 啥活都不用干 啥心都不用操 就是来享福的 可是咱刘大哥可说了 我找老伴 也是有条件要求的 那既然人家来享福的话 我觉得你这要求得挺高吧 那对 你啥要求说说 长得好看的 岁数别大的 五十岁一 要么岁的 五十三十四五十四五十五十 五十六岁的特殊的 长得好看 胖乎乎的 要找胖乎 两个财神 这种人才有福 有财气 能带来财 带来财 哎呀我特有利的都多挣钱